我生气咯 基本上你们这些东西是新鲜果热的 因为在去年的联邦法院 其实才正式的设下了这个 推定了这个第二关系的案子 就是说私生子 是能够分到这个 不是是不分配遗产的 窝人 不分配 我们认为是我们的孩子 大家一定是要 我们的孩子 我们认为可以 如果你没有 这个衣服 就是跟这个distribution 就是遗产分配法来分配 遗产分配法里面有 孩子 也有后代的进化 然后来到了那一种 从人分配的 后代 后代 然后它进行给我们基于 要保护小孩的原则 保护你的学物的原则 后代 在我身体里面有 后代的这种 在你的学生 可能是在你的学生 但是在你没有任何位的学生 在最后去分配你的女生 在你的学生 因为你的学生 是在学生 聚学学学校 如果是在学生 就处理了 他们在学生 在学生 就...就OK啦 就不可以啦 就不可以啦 OK 勇敢出院 如果今天假设王生说他决定把一部分财产交给人的话 可是阿花讲我不需要这个女人 我听讲我正觉之后难道是不是要强势阿花之后吗 因为我想要按照女主分配的 他好不想让你比较比较 我直接上过阿花吧 哎呦呦呦 那时候有了 那时候你炒了太多了 那个女主才有决定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女主会在那里 哇 就是所有没有生最高的东西 那当然这个时候有些大家看很多东西 所以如果其他所有人 对我搞的 有时候 那时候他们在法庭去看那个提示的 那时候他们觉得应该要注重那一个死者的最后的意愿 因为这个最后的意愿 所以 所以 也不是想这样容易你们躺到 就是阿花啊 想要去挑战就可以挑战 所以 可以总结立体租相当的 因为可以尊重 哎 对